歡迎收看 醫師好辣 介紹六位帥哥美女好辣醫師團 醫院裡還有哪些你不知道的內幕 今天好辣醫師團要來告訴你 看診過程中曾遇過哪些奇人妙事 一秒看盡人生百態 好辣軍團們又有哪些精采故事 要來分享呢 翅膀小護理師林彥均 哈囉 大家好 今天來看醫院裡 可以看盡人生百態 同時考驗人性的地方 今天來看看有這麼多故事可以聽嗎 對 看戲了 看戲了 不能說看戲 聽故事 聽故事啊 劇場真實上演 好 第一個是 病患不敢說明病情 關鍵人物是陪診家屬 這有很多原因為什麼不敢說呢 我就剛才碰過一個個案 就是一個女的受傷 頭上腫了一包 然後腫這一包呢 上面那個皮也被磨破了 磨破了 然後陪他來是一個男性 看起來這個年紀跟關係 應該就是他陪他 他先生或是男朋友 同居人 應該是親密關係的 來了之後 我們當然 醫生很清醒 有點清醒 眼睛腫腫好像剛哭過 當然醫生要問怎麼受傷的 對 問的時候女的就不講話 你問什麼旁邊男的就 像這時候我們就開始一看 大概就知道 可能就不這麼單純 對 那醫生檢查完 傷勢 坦白講 傷勢看起來也不是很重 那頭上腫一包 應該就是一個 那這時候我們就要想說 我們應該去 應該有個機會 單獨問一下病人 可是通常這個家屬 就異常關係 就一直跟著你 想怕他支開很難支開 那怎麼辦 總有幾個情況 要病人跟家屬要分開 比如說 好醫生怎麼辦 那這樣好了 擦好藥之後 我們去照一張片子好了 對 去照片子之後 他進到放射科 那個這個牽板 牽門一關起來的時候 大家都很有經驗 我們的護士 就從這個放射科的後面 進去放射科 就問他說 他就點點頭 所以剛剛陪你來的人打你 點點頭 你要不要我們幫忙 我們要幫你找社工 幫你保安 他就抓著護士說 拜託 算了 不要 我們說為什麼可以 怎麼可以不要報呢 對 他說怕報的時候 他會被打得更厲害 那我們就講說 其實這個在台灣現在法令上 你不報醫院有責任 我們跟你講說 我們不會報警 但是我們會幫你找社工 那社工會幫你做一個 詳細的一個問卷調查 社工要評估 社工評估還真的有 立刻需求的話 他要申請保護令 要報案 那他還講說 算了…我現在還好的話 就這次就算了 這個聽起來多可悲對不對 才被同學員打 那基本上他來 連講都不敢講 所以那後來怎麼辦 我們後來這個 當然依法還通知社工 那社工評估 我們還是要報案 對 那後來他如果真的回去有危險 我們就要幫他申請保護令 這種類似個案在美國 有一個非常 在網路上被大家 那時候廣傳 蘇青就知道了 他是一個急診室的一個錄影像 沒有聲音 只有畫面 就是一個女的進來 頭破血流 也是被打到 就是受傷 也是頭破血流 旁邊跟了一個很塑壯 滿身刺青的男的 也是同樣 我們看不到他們對話 可是只是看到就是 醫生護士問他話的時候 女的剛要講 這個男的就自止不讓他講 就一直講一直講 然後醫生在逢傷口 他也寸步不離 那我們都看到畫面了 後來這個女的就好像 跟護士要說什麼 跟男的說什麼 不知道什麼 好像聽起來說 他要上廁所 寸步不離 醫生想問也沒辦法問 這個女的就離開 離開之後就發現 這個男的也跟著離開 我們護士也離開 中間發生什麼事就不知道 再回來的時候 那個女的就坐在那邊 男的還寸步不離 那醫生護士就一直問他話 一直問他話 接下來一幕大壞人心 兩個警察衝進來之後 問了幾句話 把男的直接往牆上推 直接手指上號帶走 大家開始很開心 中間發生什麼事 女的到廁所之後 沾個水 在鏡子上寫了一個字 HELP 所以女的上廁所 然後男的跟過去 護士也跟過去 他說女廁你不能進去 你在外面等 等那個病患出來之後 護士進去廁所看 護士馬上報警 報警之後 醫生護士就知道 不能讓她離開 就在那邊問診 就稍微給她 稍微拖延了一下 五分鐘 十分鐘 警察來之後 就直接上告帶走 我們也希望台灣 能看到這一幕 這麼戲劇化 對啊 其實有些 虐老人的 虐幼童的 也是都是這樣子 陪診家屬其實就是 虐待她的那個人 而且有時候 他們家屬之間 會互相遮掩 你知道嗎 因為台灣有時候 那種人情 就是說覺得 她這一次 自己家的家丑都想外揚 對 所以那個小朋友 其實是被媽媽就是虐待 虐待來的時候 然後醫師就覺得 這個怪怪的 純粹跌倒 怎麼會這麼嚴重呢 然後可是 但是想說家裡的兩個人都說 對 那醫師有時候真的 也一時人心悟性 結果回去 之前有一個就回去 所以不能縱容這種事情 對啊 可惟我下一個受害者 對 好 來 我們接下來看看 男人愛偷吃生病 進成最佳外遇時機 真的嗎 都生病了沒有 我跟大家分享一個 我以前在實習醫生的時候 照顧過一個那個 泌尿外科的病患 他大概已經60多歲 年紀有一點大 那他就 攝護腺肥大 來住院做這個治療 那攝護腺肥大 是很多男人的一個通病 他來的時候 他太太跟他兩個間諜情商 從住院到這個手術前 都很好很好 手術完出來以後 手術有點不理想 所以術後 尿管有血尿 就一直出血尿 所以半夜的時候 人有一點發燒 他太太就幫他擦澡 然後又給他毛巾 然後尿管因為有血尿 血塊會塞住 就要一直重新再清潔這個東西 就很辛苦 他太太整夜都沒睡 那到了隔天早上 早上的時候 他太太就要回家 拿換洗的衣物 我一看到房間裡面 怎麼換個女的 好年輕喔 而且他那個老伯伯 整個這樣一尾活龍一樣 他現在某一個年輕女孩 在那邊情話綿綿喔 而且晚上的時候 他尿管塞住 就是他老婆幫他清潔 到了白天 他塞住 那女的都不管他 一直按護士鈴... 然後就是護士 就一直看到這個女生 到五六點的時候 這女的就離開了 結果他的大老婆 就剛好回來在那個走廊 打了一個照面 一到房間兩個就開始打吵 吵吵鬧鬧 他老婆一怒之下 就把他的手機 從二樓這樣 丟到一樓的那個花園 然後他老公 把他的尿袋抓起來 都是血 然後就衝衝衝去坐電梯 然後去衝 然後他就去撿那個手機 然後他老婆就更生氣 就經過護理站 就大罵說 你那支給眼鏡不能用了 還有人會用你嗎 那個女生是用你的錢 怎樣... 結果在那裡 兩個人都在吵架 結果手機撿回來 到了隔天中午 他老婆又回家了 那個女的又來了 真的是 還有這種事情 晚上就裝可憐 到白天又生龍火虎這樣 真的很多時候在院 我們才會看到一些場景 像我之前在實習的時候 就很有印象 有一個那個三十多歲的乳癌患者 那在住院期間就是常常要化療 那有時候家屬會來 就是他先生會來 然後先生他下巴有長一顆很大的痣 大概是小拇指這麼大 所以很好 熱很大一顆 然後上面還有幾根毛 那為什麼講這個字呢 因為醫院旁邊幾乎都有小吃街 就是我們自助餐街或什麼的 那我們實習醫生就是 中午就會出去吃飯或什麼 那我就跟我們另外一個朋友 實習醫生中午的時候 我們會去吃飯 然後吃飯的時候發現 那個不是那一床的先生嗎 就是家屬 可是他旁邊有另外一個年輕的女生 然後而且他就是跟他在互動的話 感覺不是像女兒 就是像是女朋友那種感覺 然後我們就吃 然後我那個朋友就有點正義給他 他說怎麼這樣 老婆生病 乳癌不是那個很辛苦在化療 應該要支持他 然後我說不要管這麼多 因為事情是怎麼樣 我們也不曉得 然後我們每次去吃每次都遇到 那有一次我們化療 快到尾聲的時候 我就問那個太太說 怎麼最近沒看到女先生 他才說 那我們就說 其實我們內心有想到說 一定是那個 那 但是事情的真相是 那原來是他現在是孤兒子 然後爸爸媽媽年紀很大了 所以他也希望這個兒子 趕快生一個小孩 孤孫 對 孤孫 孤兒子 那就是家裡單船 那他就很光明正大的理由 我老婆就乳癌化療 那沒有辦法現在幫我生育 所以他就光明正大的 在外面有一個 然後甚至是 就像也是像剛剛 很會時間分配 看完老婆就出來在外面 自助餐街跟小三很高興 而且後來就也不是小三 因為他是有 就是很光明正大的 就離婚了就跟這個在一起 因為以生小孩為優先 對 他以生小孩為優先 那這個 其實太太雖然有點難過 但是他還是可以理解說 我們中國人傳統觀念 那後來他也滿勇敢的 那我們其實有時候 下一個會更好嘛 所以他就是 雖然是分手了 離婚了 但是他很勇敢的 把這個化療完成 那其實後來健康上面 其實他追蹤滿久 也是都還不錯 那至於現在後續怎麼樣 我們是不知道啦 因為也不是八點檔 所以沒有特別去追 接下來看 告醫師的家屬 通常都沒有來過醫院 我之前就遇到一個 也是乳癌的 那我們那時候遇到的故事就是說 有一次我們care 就是我們照顧一個乳癌第四期的 他已經轉移到腦部 肝臟 還有他的那個骨頭 基本上他全身都已經有轉移擴散 所以像這種情況下 我們除了給化療以外 給標靶以外 我們可能就最後是進入安寧緩和 後續慢慢治療 但是病人最終還是會走掉 就過世後一個禮拜 突然我們就接到那個公關室通知 他說有家屬 就那個過世的家屬 他想要跟我們會談 那我們就想說會談 我們就蘇布問一下 他就說 其實他只是想了解說 他姐姐在過世之前發生了什麼事情 結果你知道我們那一天去會談的時候 然後我們根本也不認識他 因為我們在照顧他的期間 他從來沒有來醫院看過他這個病患 所以我們對他很陌生 倒是他旁邊那個是家 那個過世的那個病患的先生 我們還認識 然後結果我們那一天坐下來 他一開始頭就問說 然後我們就跟他講說 就像我剛剛講的就是第四期 你可能就是存活率會稍微低一點 講了一大堆之後 他還是一句話 蘇來怎麼會死 你們現在醫療這麼進步 蘇來不會死 你們是不是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我姐姐才會走掉 然後我們就真的有點慌了 我們也覺得有點傻眼你知道嗎 你跟他說 對啊 然後後來我們就 我們真的是相看無... 後來你知道我們在會談中 就是我們看著家屬 然後對望 然後就是很尷尬你知道嗎 後來是因為那個患者的先生 他就馬上就跟他小醫子講說 你不要這樣 醫生都很照顧 真的都很照顧你姐姐 我們都一直... 他們都一直有在努力 你姐姐真的是不行 然後結果他就很生氣的就 把他手甩開就說 你就是戈壁都往外彎 我自己討公道你不知道嗎 然後我們也真的不知道該說什麼 我們就只好坐在那邊 就是讓他一直唸一直罵這樣子 然後到後來就是他那個家屬 他就一直跟我們道歉說 他不知道他小姨子上來 是為了要質問我們這些事情 他以為他只是想要了解病情 然後如果是這樣的話 他就一直跟我們說不好意思 所以後來就結束會談 後來我們再去側面了解 就是後續他們來開那個死亡證明的時候 我們又再去了解才知道說 原來當初他這個妹妹 從來沒有來看過他這個姐姐 大概有四年都沒有見到這個姐姐了 而這個姐姐他乳癌 到第四期後來後續追蹤 大概也拖了四年 他妹妹認知就一直覺得 他姐姐很好 怎麼會掛掉 後來我們就發現說 其實基本上會提告的 都是那種可能家屬本來住在美國 住在歐洲 然後人過世了 他們才回來台灣 回來台灣第一件事情就是質疑 醫生到底有沒有 好好的照顧他的家屬 不然家屬怎麼會走掉 關鍵字就是 其實大家這個重症科的醫師 大家都很怕美國回來的孩子 這是一個關鍵 就有一個病人 其實是八十幾歲的 就是癌末的老病人這樣子 那我們照顧他的整個過程 其實常 就從診斷一直到 到最後他走向末期 大概就有一年多兩年的時間 所以整個醫療團隊 都跟他非常非常的熟悉 那我們知道他其實有三個孩子 三個孩子也很孝順 所以他整個走向病危的過程 你都會輪流看到他不同的孩子 然後來跟我們做接觸這樣 那到最後終於走到了 人生要說再見的時候 那我們就討論說 老人家年紀這麼大 真的是要考慮簽那個 放棄急救的那個同意書 這樣 那突然他的大兒子就說 醫生我們不能簽 因為我們有個美國來的哥哥 他有一些問題 他說他沒有釐清 然後我們才知道說 這個哥哥其實在美國 成就非常的高 那甚至是他 就是這個爸爸 他住院的一些費用什麼 可能都是哥哥從國外 就是一直晶圓上面的支柱這樣 那我們說好那沒關係 雖然都沒有見過他 但是醫療團隊有 就是有這個誠意跟他做溝通 我們講讓他了解這樣 那跟他約就是電話聯絡的時間 都不是他親自打來 他有個秘書 都會打月亮電話回來 那剛開始的時候 本來都是很客氣 就是講中文的 很客氣的講 然後問病情這樣 那你就要從頭開始講 從800年前怎麼診斷 要開這個刀 然後為什麼不發 再開始講 然後講他又不是醫療專業 所以他再傳一層回去 其實中間都會有誤差 那大家溝通 然後溝通了以後 秘書每次回來的回應 都越來越不對 然後到之後甚至講到說 你們這樣子根本就沒有照顧好 為什麼會弄到末期這樣子 就跟林醫生那個Case很像 說如果這樣的話 我們考慮 就是考慮提那種 我們都要討回公道 我們就覺得中間一定是有誤會 這誤會大了 所以我們主治醫師那時候 就跟他約 約說我們來一個視訊會議好了 親自看到人這樣 那視訊會議約了兩次 對方真的太忙碌 都放了我們鴿子 所以感覺上這個 也誤會我們對他也很不滿 那個情緒就非常的高漲這樣子 但是那個主要的主治醫師學長 他那天突然就叹一口氣說 沒關係請秘書喬一個時間 就是台灣時間的半夜 他打電話過去 跟那個兒子溝通這樣 然後我們大家就想說 幹嘛還這樣 有什麼好溝通 要告就來告啊 你告不贏的啊這樣子 沒有啦 是不是也是 那時候我們好氣勢 但沒關係 學長保護你 其實沒有用啦 講屁話而已 然後學長就打電話去 就打完這通電話之後 有一段時間就是 我們就沒有聽到說 還有什麼 什麼爭執 一個多禮拜之後 這個兒子 我們第一次看到他回來了 在病他前面 哭得非常非常的傷心 然後再過沒多久 這個老人家就過世了這樣子 那我們當然就很好奇說 怎麼這件事情就這樣解決 那通電話那麼神奇 就問了那個醫師學長 然後主治醫師學長 就跟我們說 其實這種孩子 他很忙碌 所以他都沒有照顧到 有時候他心中有一個 那這個內疚無處可發洩 所以他就只能夠發洩在 他覺得可以質疑的人身上 我們就是一個分擔壓力的一個 算是一個標靶 那他打電話去 其實也沒有特別講什麼 他就舉他自身的例子說 我也是很忙碌的醫師 是我自己的親人 生病到末期的時候 我沒有陪伴到 我覺得時間到了 差不多該回來陪他了 所以在這個 誠心的溝通之下 他回來了 然後所有誤會就都解開了 像醫師們是常常被告 那我們護理師 就是常常被投訴什麼 就是 然後就是沒有表情 像我本身就是 有時候忙起來真的打針 或是幹嘛做治療 我其實也是沒什麼笑容 但是那種民眾就開始說 你是林婷耶 我馬上就說 他又被認出來 我就沒辦法 我只能笑下去 去幫他服務這樣子 但我就是有一個學姐 她是長得很像就是那種 復刻臉 然後就比較冷酷一點 她就是不太笑 不說真的 各大醫院幾乎百分之八九十 都不太笑的 對 那個很肅殺的地方 忙起來 怎麼笑得出來 都很忙 尤其我們要去抽血 那些護理人員也是 都沒有什麼笑容 其實真的很心酸 護理師 因為他就是 為什麼他會被投訴他不笑 因為他就是要幫他打針 然後他就說 為什麼你都不溫柔 你為什麼打針 為什麼都不笑這樣子 然後他家屬就很生氣 結果那個我們學姐 還真的就被護理長就是說 你下次要這樣子 要改變一下你的笑 對 他笑你 你不要這樣子這麼嚴肅 然後他就有被這件事情打擊 他就覺得 我這麼辛苦 在做護理行業什麼的 他就覺得 好 算了 那我下次就笑好了 然後他下次之後 他打針換藥 然後他就這樣子 然後打針 然後他也這樣打針 然後換藥 對...都就... 我們其實護理師在旁邊 就覺得他已經變怪怪了這樣子 有點毛骨送男 然後後來 他又被投訴 被投訴什麼 就家屬說 我媽媽你在急救 你在那邊笑笑什麼 對 用耶 然後他就覺得 我們哭笑不得 好難喔 對啊 然後其實我們護理師的雜事 真的非常多 其實我們有可能上一秒 正在急救一個 跳樓自殺的病人 我們下一秒還要去幫一個 只是輕微發燒的病人 那你這樣子情緒轉換 其實你說要笑嗎 還是要什麼 其實很難 對啊 除非是把我認出來 我才會笑 對啊 然後還有或是我有一個學妹 她前幾天才遇到 然後也是投訴說 她不專業 不溫柔 為什麼 因為她說她拿便盆給她 那個便盆她說她嫌太冰了 然後我說便盆太冰 然後護理長又出來說 你下次又教她說 請問你的便盆 要溫的還是熱的還是冷的 就變很像服務業耶 其實我們護理師是專業的行業 我們不是服務業 所以還是要替我們就是多担待一下 醫院幾乎沒有什麼笑臉 對啊 當然不能這場合 不能隨便笑嘛 對 你不能笑就 她差不多了 對啊 不合理啊 你們好好交代一下 好不好 對啊 喂 盈利最重要 醫療品質打折扣 說實話 所有的醫療院所 你絕對不可能讓她賠錢去 她畢竟還是一個事業體 你讓她賠錢的話 她怎麼再營運下去 所以身為上面的主管階層人 她一定是要照顧那個盈利的這個部分 那現在健保制度是這樣 比如說隨便舉例 比如說她給醫院一個月給她 1000萬的一個額度 那這1000萬呢 你就是包括你幫病人開刀啦 看診啦 換藥什麼 所有的治療完 如果說你中間有一個 比如說你花了大概900多萬 那你中間你女醫院會賺 可是反過來講 如果你花到1100萬去 你多那100萬 你醫院要自己吸收掉 對啊 你自己要想辦法吸收掉 好 那這個造成什麼問題 就是說 其實現在各大醫院 尤其是把健保看得很重的 醫療院所 他們非常不喜歡 有所謂的民心醫師 病患他會一直掛一直掛 那一直掛一直掛的時候 他就會一直占掉 那個所謂的健保的 那個額度的那個資源 那我提的例子就是 我們之前一個內科的 一個民心醫師 他呢 只有開一個早上的診的話 他每次都要看到晚上 可是他病人很多 他又是內科醫師 又看得又都是慢性病 所以有時候來 一個病人看診之後 可能出去披價 領藥 就領到9種10種藥這樣 這不是他故意開的 他可能加加減減什麼 心臟病糖尿病血壓藥 血脂藥加一加就變這樣子 他看20天 就把額度用完了 後面剩10天他再做 會讓醫院就賠錢 對 所以後來 到後來醫院就把它限制就是說 你就看那20天 然後看得差不多 就會臨時跟他說 你後面這幾天不能看 所以你會發現有時候 有些醫療院所 為什麼有些醫生 完全掛不進去 就是這樣 因為他太紅了 他到額度用光了 醫院就不給他再掛 好 那結果他遇到這種狀況的時候 以前剛開始轉換成這樣的時候 他就很難試 因為病人他會覺得說 他回來他要找那個醫生 他慢性病 就三個月三個月要這樣拿藥 那空個10天沒有 找不到醫生拿藥不知道怎麼辦 那後來醫院就會把它輔導 轉去給其他醫生 可是因為病人既然會喜歡這個醫生 他跟他有一定的緣分在 你轉那個另外一個醫生 其實有的醫生也不太爽 因為他覺得 你還是心在另外一個醫生 找我來拿藥的 就衍生出一大堆問題 那結果後來這個明星醫師受不了 我覺得他也是一時衝動 可能覺得自己好嗎 就跑去告衛生局 就是說你這樣子為了盈利 而罔顧病人的醫療權益 病人的就醫權益打折扣了 衛生局當然就跑來定醫院 那定醫院的時候 當然主管階層院長就不爽 就覺得說你怎麼可以這樣子 好像在找人來修理我 好 那他就用另外的 院長就好 我以後都不給你停診 但是他就去特別找資訊室 把他設他的電腦 就只要他用他的密碼 登進去開藥的這種狀況 他每次開到第六種藥就跳 不能再開 然後如果還要 不是不能開 但是全部都跳自費 就叫病人自己付 你的病人願意自己付就付 但是久而久之 其實病人也吃不消 那結果當然他 因為畢竟衝動過一次 一定有第二次 又再去跟衛生局再投 然後可是醫院後來也 好 那我就給你看 可是你知道人不是聖賢 每一個人一定都可以被找出毛病 你看他一個診 看兩百多個病人 他的病歷一定 可以被抽出有問題的地方 然後就一天到人跟他說 他這個藥多開了 這個病人的診斷不確實 就拚命找他這個麻煩來開會 搞不好後來他受不了 也是要離職 對 所以其實 但是有時候你說真的 聽起來好像是 醫院院長這邊 管理階層的錯 可是某部分來講 主管階層也很為難 因為他畢竟他不可能去賠本 對 那他不賠本的狀況 又要怎麼把事情處理好 其實要很大的決策藝術 對 我印象很深刻 有一個也滿有名的醫生 他們有時候會在大的醫學 重新兼診 那個兼診醫師 有一次就接到簡訊說 不好意思某某醫師 因為你的門診 門診量實在太大 我們接下來不會再跟你續約 因為身體太好 所以不能續約 原因就是同樣因素 就是他擔心他把它吃掉 他們整個預算 反而就變成 稀釋了他們的點值 但這個是門診的部分 我覺得還有一個部分 民眾可能會不知道 就是 像之前講自費的醫材的時候 之前有一家醫院 它就很妙 他們因為希望能夠 從藥價上面賺到一點點錢 所以他們會希望說 藥商來進我們醫院的時候 你可以每一個藥給我們 三成的折扣 就說你是一塊錢的藥 你賣我們七毛 讓我們可以賺三毛 所以後來藥商也習慣了 就都有給三毛 藥商給得起 那醫療材料的商 應該要比照辦理 所以他們決定說 就發了一個公文 說從今年開始 我們要重新議約 如果你是提供 醫療材料的廠商 不能給我們三成的折扣的話 我們就要把你換掉 可是有些廠商說 我根本連利潤都不到三成 我怎麼給你三成 結果他們很扯 有一個醫生 他本來排了一刀手術 結果臨時被喊停 他說醫生說為什麼 因為後勤部隊補不上 對 他說 因為你那個材料 還沒有跟人家談好 能不能給三成 好 紅姐 你的材料上還沒有談好 可以給三成 你這個手術要暫停 他說另外一個更慘 因為醫院就跟他們說 這個現材料 也是有便宜的 人家有一個要給三成 你們試用看看 試用看看 結果他們就被病 閉著使用 結果後來 據說那一天的開刀室 是這樣子的 醫生就縫到一半就 為什麼 一縫 拉得斷掉 斷掉一次就罵一聲 對於這些醫生來講 你醫院省了錢 對我們來講 我們的醫療的整個 呈現的水準 是打折扣的 那你當然可以一直綁 但是合理 後來他們不得也 就全部的人 就跟醫院反映說 這樣不行啊 這種東西怎麼用啊 然後就是一直抗爭 才終於有一些東西 醫生就說 醫院就說 如果品質真的不行 那我們就不要用 但是你還是要跟醫材商 折扣還是要給 雖然不能給到三成 我們再談 再談 因為我最近有一個同學 他也是皮膚科 然後要在南部開業 他就問我說 要進什麼藥膏 那可能有A B C D這樣子 那以一個正常的人 是不是你成本 一定要越低越好 他就跟我說 同樣這個成分有A B兩家 然後B比較便宜 他想要進那個B 我跟他說 你成本不可以 因為藥 一定要有效 你那個雖然比較便宜 我沒有效 你病人不會回來 大家不知道藥膏很便宜 成本 因為其實現在很見價 那個藥膏真的 真的... 那也是你有良心肯這樣教人家 是 你開店花多少錢學經驗 對啊... 我那個朋友就很好笑 他也是 我說你開幕 開那個人家都會送東西 有的會說 你比較實際要送冰箱送什麼 他說他想要花籃 我說你傻耶 花籃三天就爛掉了 你應該是要冰箱 要送比較實際 他說不要... 我們南部人喜歡熱鬧 我說好 我就送一個蘭花給他 這樣子 差一代叫十代肺炸給他 對... 我是說其實有時候 我們醫生有時候傻傻的 真的營利是很重要 可是其實醫療上面 我也是經過好幾年才知道說 其實有些藥 雖然你不要看它名稱都一樣 用起來 就是名稱一模一樣 特數也一樣 用起來就是不一樣 所以這個有插過的就知道 大家都會打聽說 哪一家診所生意好 對 你去問那個 收那個醫療廢棄物的 真心的 他一收就說 哪一家是第一名 哪一家第二名 因為當天收出來 就知道你都用了多少錢 對 諮詢師也很重要 諮詢師很... 還有外型很重要 有的外型長得不重要 一過來說他醫術多少 他都... 太壞了 來 接下來 好 餵錢談不攏 增加產 賠償糾紛不斷 其實在醫院真的是 生老病死都在那裡發生 那我們常會看到一些畫面 以前我皮膚科的時候 我們常會有一個 八十幾歲的老伯伯 那聽說他家裡是家財萬貫 北部某大地主這樣子 那子孫都很孝順 都會陪他來看香港腳 那每次陪同的時候 我們都覺得說 這是你看他在攙扶 那個小動作 就知道這個爺爺地位是很高 大家都對他還滿好的 那就是有一天他就是住院了 那是可能住到內科病房 因為年紀大 肺部難免有一些狀況 那就匯整我們皮膚科 去看他一些腳的問題 香港腳 灰指甲這一些 我們才知道說這個老爺爺 總是有這麼一天 肺部功能不佳 可能有時候感冒 就併發肺炎 所以他就住院了 那住院的時候 這個病情急轉直下 非常嚴重 可是時間就是到了 所以這個好像感覺 就這幾天就快不行了 內科的醫師 就跟那個家屬 他們的家屬 非常多子子孫孫 這個開枝扇葉 非常多子孫 就說那跟他們解釋病情說 這個雖然爺爺平常保養不錯 可是有時候肺炎 大家知道這個十大死因 裡面非常前面 然後他子孫非常孝順 拜託他 每一個子孫 都是T類綜合跟他說 醫生拜託你一定要救他 因為我們有一個家屬 一樣在美國 他坐飛機要回來 要時間 他爺爺從小就最疼他 他沒有看到他最後一面 他會死不瞑目 那個孫子可能也會覺得說 我沒有看到我最疼愛的爺爺這樣 然後那個醫生聽了就覺得 是也滿感動的 就是能夠盡量幫什麼強心劑 什麼能夠急救的藥 盡量都給他上了 但是這個病情還是一直不是很好 後來這個家屬就跟那個醫生說 拜託我們家盡量就是能夠讓爺爺 多活幾天 他爺爺對我們這個家來講 就是一個精神的指標 我他一直聽了很感動 然後就回那個護理站的時候 在那邊翻資料 想說還有什麼最新更好的 還有什麼東西 還有什麼藥的搭配 就在那邊很煩惱 在那邊想 然後那個護理師就走過去說 你在幹嘛 你在煩惱什麼 他說就是那一床 我現在在幫他想 還有什麼藥 我上什麼都上什麼時候 他非常苦惱 就是說家屬這麼孝順 我們還是應該要幫助他們 然後那護理師就說 你傻咧 我跟你講 他什麼美國回來的等不及 我告訴你 不是 是他們家長 還沒有分好 一個什麼貨物還沒辦好 在那邊等 他說你怎麼知道 我坐在護理站 他們以為我沒聽到 在轉腳講 我都聽了一清二楚 這個要講 要去樓下講知道嗎 不要再轉腳 然後護理師都聽了千千索索 他說你不要被騙了 他說我還想說 這真情流露這麼孝順 我們應該要幫他盡我所能 然後真的被騙了這樣子 那其實就是人之常情 就是說其實在 因為好多好多這種的畫面 就是真實的一個人性劇場 對 當我想到 有一次我參加一個長輩 他的告別是 大概他也九十幾歲以外 算喜傷了 可是他那個電影裡面寫的 家族什麼什麼 其實很多了 可是當年去旁邊都沒有人站了 只有兩個人 就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 怎麼會這樣 後來說 所以妳知道嗎 把小孩送到那麼遠 最後能不能回來看妳 對啊 還好小禎回來了 對 對啊 我剛剛聽了蔡醫師講的 其實我有個類似的 就是說那個時候 其實我印象很深刻 那時候我在當住院醫師的時候 那天晚上是我種植 那我們晚上醫院 一定會遇到 就是有些病人病危 他會廣播急救 那天晚上就Call了那個急救 然後我就趕快 從值班室衝出去 開始一過去就開始插管 然後開始做什麼 結果一抽出來 全部都是奶水 那我就看著旁邊的看護 就知道說 因為他是一個 八十五歲的老伯伯 然後他那個時候來 是因為開刀 可是一直營養不良 所以他就只能一直住 一直鼻尾管要插管灌食 可是灌食這種東西 就是如果你沒灌好 比如灌完之後 你要看護要讓他坐著 你不能馬上躺下來 不然他就會嗆到 可是那天好死不死 就是那個看護很想睡覺 所以他三更半夜 幫他灌完之後 他就讓他躺平 他就也自己去睡了 然後護理師他去查房的時候 就會都會涼 結果一看 天啊 臉色都變了 結果趕快衝出去叫急救 結果我們一插管 就看到裡面全部都是奶 就開始給他抽 然後抽完之後 因為他心跳也停了 就開始壓 壓的 然後送到那個家戶病房 送到家戶病房 那我們通常 送家戶病房都會摳病危通知 所以會通知家屬全部都來 然後結果家屬來了一堆 然後我們進去之後出來 要解釋病情 因為我是值班醫師 我是負責急救的那一個 結果我出來解釋 就說不過好像 我就說應該是嗆到了 那他嗆到之後 不過還好發現得早 所以我們有救回來 心跳血壓什麼都恢復了 所有的家屬看著我都說 醫生 謝謝你 這麼辛苦 晚了還這樣出來急救 我真的謝謝你救回我爸爸 然後呢 就有一個坐在角落的 一個女生 漂漂亮亮的 年輕的 是那個伯伯的女兒 她就坐著 我站著 她就這樣看著我 眼眶泛紅 她直接跟我說 然後那時候我有點錯愕 你知道嗎 因為爸爸的家屬都是說 謝謝你 只有這個家屬說 問我壓斷幾根肋骨 然後所以我就有點傻眼 你為什麼要壓斷 我爸爸的肋骨 然後就是 反正就是不依不饒 那我就說 那很抱歉沒關係 就是如果有什麼問題 我們明天會再請主治醫師 再跟你解釋一次 然後我就先離開了 後來隔天我再去問那個 我們就問護理師 其實護理師 真的是我們醫生的好朋友 因為他都可以知道很多內幕 對 一邊打字 打到兩邊 一邊打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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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我們就是回到病房 我就問那個 care那一床的護理師 他就跟我說 那個女生基本上 都一直跟他爸在吵架 為什麼 因為他一直要回來分財產 然後他爸中男輕女 所以他要把所有的財產 都分給兒子 不要分給女兒 可是他女兒 一天到晚就是一直回來吵 一直回來吵 所以到後來 他爸其實也很不歡迎他來看他 那結果到最後 我自己消化吸收之後發現 原來是我擋人家的財路 因為我把他 我把他救回來了 他 你知道他還沒有 他還沒有立遺囑 那如果他先掛法律上規定 就是男生女生都可以分 可是就算走得太遠 按照法律可以分他多少 對 如果說他是自然死亡 他就依據法律來分 他就有一定的比例 可是如果說 他是可以先立遺囑的話 他只能就是在不侵害他 他特留分的情況之下分那些東西 所以可能他 如果爸爸真的很不喜歡他的話 他只能分到他該有那個 就不能多分了 所以把他救回來 可能少分了 是 如果沒救回來 他就按照正常的 按比例這樣來分的 醫生如果碰到家屬之間 為了錢大家都很難處理 而且也不善於處理這種狀況 也不方便介入 對 我以前在當資深住院醫師的時候 就有一定是在病房照顧病人 那時候在神經外科 就有一天接到急診是一個學弟 那個年代就是 住院是看急診 急診沒有專科醫師 這個學弟打電話 他說學長說拜託 我先收個病人上去 我說我也知道這個病人 可能不需要住院 可是他也不敢不收住院 我說這個 能不能請你下來 幫我看一下這樣 我說什麼case 什麼叫可能不需要住院 他又不敢不收住院 他去看看好了 就這個年輕 就年輕男性 然後去看他的時候 在急診觀察室 做那個聊天 聊天 他看什麼狀況 他說三天前 車禍被送來急診室 第一時間的學弟 就幫他做了電腦斷層 他說不舒服 撞了頭 就電腦斷層看起來沒有出血 沒有出血症狀 看起來醫師也清醒 就讓他回家了 那回家之後 他疼心又來了 他說越來越不舒服 回去有沒有吐 有 吐幾次 很多次 他一起來就吐這樣 一講吐那麼多次 你住院醫師心裡面 總是有點信心 這個自信不夠 再做是電腦斷層 電腦也沒出血 所以他打一個止吐之後 就回去了 回去了第三天 又來了 又來了 什麼一點都沒有好 你們這個醫院 到底會不會看 回去一直吐 沒辦法吃 吐得比昨天是比較一樣 還是比較吃的少 還是越來越多 當然越來越多 結果後來看一看之後 別人一直講 一直講不舒服 我們信任病人 好吧 那我們就收住院 住院的觀察 幾天看看好了 他住院上去之後 一切正常 住院之後 我們護士就可以看得出來 你有沒有吐對不對 根本也沒吐 吃得也很好 活動力也很好 本來他打個點滴 掉個降腦牙的針 看起來也不需要 每天躺在那邊 主持人查訪說 這邊為什麼收進來 我們就要講說 他就一直吐 三天前受傷 連續三天掛急症 每天都吐 所以說 我們吃得很好 真的 我們跟主持人解釋 說明病情 所以看他就說 這個治療計畫 就是明天出院 門診追蹤 怎麼可以出院 我現在很不舒服 結果他就不出院 住了快一個禮拜 每天主持人看 就說你怎麼還沒有出院 叫我說 你怎麼還沒有跟他講辦出院 所以跟他解釋 你不出院 不出院 你要說服他 你去的就說服病人 對不對 你用你的專業 說服病人 結果後來我就講說 你在這樣子的話 因為我就講說 後面還有很多病人等住院 你的狀況真的 看起來也沒出血 醫師傾斜也沒吐 你真的有症狀 門診追蹤就可以了 他說 我怎麼可以出院 他說我一出院了之後 那他不是覺得我很輕嗎 我就告訴他 我很嚴重 我就一直要住院 都不能出院 他只是為了他跟他 這個相對人 就是兩個這個 和解沒有談容 所以他就硬要把住院 當成一個談判籌碼 那怎麼辦 這後來就找社工 找公關 去幫忙協助處理 打死不出院 住院之後 我們都不是提供醫療 就幫他去撮合 跟他的相對人 你們快點談一談 那對方也會問 他狀況怎麼樣 我們又不能講說是沒事 沒事幹嘛住院 住一個禮拜還不出院 又不能講說 他就是跟你沒有談和解完 結果他就不出院 這種事情被搞得真的是 不過後來發現 這個也是醫師的訓練過程 很重要的一個 一個說明解釋的技能 就我之前在婦產科 做實習醫師的時候 有遇到一個 女生她很年輕 漂亮漂亮的就走進來 走進來以後 她就緩緩說 醫生我懷孕了 然後我想要驗那個 孩子的爸爸是誰 一般我們聽到這個 其實醫生還是很緊張 就知道可能會有一些糾紛 結果他就很不許 不許不忙的 不忙不許 就從他的那個名牌包包裡頭 拿出三個紙袋 三個紙袋裡頭 又各裝有三個剪體罐 三個剪體罐裡面 各有一根頭髮 他說我想確定 他的孩子的爸 是哪一個人的這樣 就拿出來 我們就嚇一跳 我想說一般我們 就是確定你爸爸是誰 拿一份就可以了 對 結果他一拿三隻頭髮 他就跟我們說 因為我那個時候算一算 我的那個排卵期 我剛好跟三個男生在一起 那有一個他說 我如果幫他生小孩 是內地的 第二個是香港人 如果我幫他生小孩的話 那第三個是我男朋友 他比較沒有錢 他台灣人 他說生完還給我五十萬 那還要鑑定就A 對 他要確定他的寶寶是A的 他才要生下來 不然他就不要生 然後我們就說 怎麼會這樣子 那你怎麼會把你的小孩 當成是一種籌碼這樣 對 所以他就說 我這個還不厲害 那你就跟他講 你為什麼當初專心 跟那一千萬的睡覺 對啊 因為一千萬是內地 平常碰不到 所以很難才碰得到 我們很想知道結果 沒有 重點是他都沒有這些 比較沒有這個概念 就是說像我們醫生 有倫理道的觀念很強 就會覺得說 那你都有男朋友了 他說沒有 我朋友也是這樣 我朋友上次生那個小孩 他就拿了兩千萬人民幣 所以我要確定我這個是 這個男的的我才要生 兩千萬 九千多萬 對 然後但是重點是 他還幫他自己說話說 可是我也沒有 人家已經結婚 我也沒有要當老婆 我也沒有要搶他 我就生完 我拿錢我也會走 我也不是要當永久的小三 我也沒有要破壞人家家庭 我其實還好啦 然後結果就是 我們就幫他看了一下 其實他寶寶中數還不夠大 如果要驗的話 就是回應剛剛瓜哥問的話 應該還是要等到那個 可以抽羊水的時候 就是抽取羊水裡面 有脫落的這個胎兒的細胞 然後我們再中去化驗 才會比較準 但是他就真的等... 他寶寶比較大 能夠抽羊水 至少要十六 十八週 差不多是二十週以上 然後那時候去驗出來 結果寶寶是一個香港人的 結果卡在中間 他就有肯定 他有港幣 四百萬港幣 對 雖然是說不是特獎 但是普獎 普獎 不要 不要以後 因為寶寶也比較大 他就要去飲產 他就是沒有辦法靠吃藥 也沒有辦法靠手術 他為什麼不先生完這個 再去生一千萬呢 因為他們認識 我都已經問過了 因為那個中國人 跟香港人是認識的 所以他如果生了香港人 他就沒有辦法 再去中頭獎了 他要把機會留在頭獎 是這個原因 真實在工作 真實在工作 一個是四千萬台幣 差很多 一個是四百萬台幣 十八 一年五十萬都不用說 來 接下來看 我們這什麼觀念 小孩最值錢 對 好 台面下的紅包文化 送禮切都好談 就以前我們有一個先生 他就是 我們查房 一定是早上查一次這樣子 通常都是 就是規定都是這樣 但是先生一定要在 下午的時候查一次房這樣 然後這次下午的查房 非常的神秘 都不准人跟這樣 他是自己一個人獨來獨往這樣 那我們大家都覺得 這次查房真的是一個 就是感覺是一個傳奇這樣 感覺是神社非常的照顧病人 所以會要查兩次 可是後來就有一個學長 非常認真說 神社查房怎麼可以都不跟 我一定要認真的去跟一跟 那其實中間 就有護理師比較資深的跟他說 你不要跟 你不要跟 這次你還是不要跟好了 他就不信寫 就硬要跟死要跟這樣 就跟去了這樣 跟去的時候 他就覺得非常奇怪 因為查房的過程中 每個病人都會送神社一本書 然後就開始收著書 書就拿 他心裡還在低估說 你看這書疊起來這麼重 沒有人幫神社你拿 這樣怎麼行 所以我來對了這樣 然後收到有一本 就是滿厚的 很像那種英文的文學名著的時候 他就覺得奇怪 神社那麼有氣質看這個 然後神社進去跟病人講話 講得特別久 打開來看看這樣子 發現那個書 中間竟然挖了一個空 晃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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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還起來這樣 腳上沒有看到這樣 不知道怎麼辦 神社出來就跟這樣子 就跟出來 後來就跟我們講 沒想到沒多久之後 這個學長就被封了這個刀 然後也不准跟那個門診 然後也不准跟那個查房 就是整個都被封鎖了這樣 然後我們才知道說 原來不能跟查房 原因是這個樣子 就是說那個紅包 你看就說送書 送書其實 然後決定你到底是不是 教授本人幫你開刀這樣子 然後後來就是 我們知道這個潛規則之後 有一次就有一個病人 比較年輕一點 他就不吃這一套這樣子 然後所以他就 就是等 等開刀 然後那天他空覆了非常非常久 然後等到順位到最後一個 我們其實也不能夠確定說 到底我們之後一個 是不是沒有送紅包 他就不爽 他就去投訴 他說他懷疑一定是有紅包文化 因為他有聽聞過一些傳說 所以那時候剛好是在 就是院長之爭 要不要續任 然後跟這個神社之間的鬥爭之中 所以院長是聽到這個 院長就很開心抓到 把柄 就派了一個特別的顧理師 去跟著這個神社下午的插房 這樣子 所以這則傳奇 就從此變成了一個傳奇 這樣子 沒有下文 其實我們還在看 好像在聽故事 其實也 其實我們醫療已經進步很多 對 現在都沒有談成侃侃而談 如果還有收紅包 我還敢在這邊談 對 醫院就像一面鏡子 可以看到溫馨的一面 但是也可以看盡人生的仇怠 今天分享這些故事 希望大家重新體諒一下 我們新療 辛勞的醫護人員 互相彼此體諒 才會創造更美好的雙女 謝謝 謝謝